基辛格是文明世界的中国通胎1971年的秘密访华 是中美化敌为有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11月14日年近百岁的基辛格发出了金蓝观点 中美都是世界性大国 落对抗下去比蓝色世界大战更糟糕 基辛格的话真吓冷 但是没吓到美国 因为在美国决策城中主张遏制中国的政客占据上风 冲心事来看美国不可能不打压 一些美国政客知道中美对抗两败俱伤 可他们始终认为打压中国到一定程度中国便会妥协 结局将是美国胜出中国低头 但我们作为中国人 每一位可恶的中国人都知道 中国不可能向美国低头 低头一次迎来的将是美国一次次的敲诈 一遏制中国美国可能会败 中美对抗将比两次世界大战还糟糕 很明显两个冤河的军事大国 不可能爆发录制严重的军事冲突 基辛格这样讲应该是在暗示中美冲突的破坏力之大 基辛格对世界大战的感受是比普通人更深刻 两次世界大战摧毁欧洲文明 中美冲突有可能让世界更难承受 这或许是基辛格的担忧所在 基辛格是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 在职业生涯中一直研究中国 他能够预判中国的未来 中国能否超越美国 他心中是有预判的 还是八九不离十的预判 起码他知道中国不会在美国的打压下 向美国剥削 如果美国执意遏制中国 冲突就在所难免 基辛格陈说过 中国是千年来重视强敌患事 习惯了从大局考虑处理问题 美国没有这样的历史积累 只在乎眼前利益 大概意思就是说战略眼光第一个等级 所以中美若是长期的纠缠下去 美国可能要吃大亏 即便实力相当 美国会因为战略失误而败 而美国错误地估计了贸易战 上面的一番解读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太过于看法 那么我们下面就拿中国在海外的港口以及芯片 来举例向大家说明 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这一数字为70个 到了2011年该现象完全逆转 中国已是124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美国则是76个 目前这个数据基本保持稳定 2018年7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说道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 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对外贸易离不开港口 我们来看看中国有多少个港口 227个港口几乎遍布整个沿海地区 那么美国有多少个港口 26个比我们的零头还少一个 2011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 2018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是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 注意这还是采取美元计价的习算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 中国工业的产值是美国的5倍还要多 可以说中国工业发展如此的快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的港口功不可没 中国通过拥有这些的港口 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保证了贸易和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了这些港口 帮助其他国家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能把他们和世界链连接起来 把自己的商品迅速地运输出去 同时从外国进口到更加良件的商品 知道现在有多少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吗 截至2019年10月底 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 签署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全世界还能够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吗 反观美国想想都绿了汗眼 我们将商品与和平送到了世界各地 美国却将炮弹和动乱送到了世界各地 除了港口之外 从中美两国的芯片之争上 也能够看出美国的错误 美国人对中国在芯片上的危罪堵结 方案烂中国成功地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 甚至还有无数家新生地诞生的中国芯片企业 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 这其中还不包括许多并未被我们熟知的小众企业 这些企业已经开启了强占美国市场的模式 别怕斗不过美国高通 一些领域对我们来说是空白 能抢来多少就抢来多少 抢来的都是赚来的 况且我们的芯片足够满足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需求 我们与美国芯片的差距也并不大 中国主导电池电气制造业地位 试验什么芯片也是我们说了算 中美芯片大战但可能在一两年内就起蓝烟 上五年达到白热化 战换如何还要一时战为准 中国企业就放心干吧 芯片战是美国发起的 这样总不能躺着冷老美宰割 能把美国战败也是美国咎由之趣 是美国认为贸易摩擦能够重挫中国的经济是这样的吗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近日发现 他们原本认为贸易摩擦会重挫中国 一年下来发现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还在6%以上 被错删的是美国至少也回规模扑面 美国消费者在为关税买单 美国拼紧了全力高贸易摩擦 林多能让中国经济增速稍稍的放缓 美国却在面临着经济从增长变为倒退的风险 即便是中美贸易大战的背景下 国际投资者最看好的还是中国市场 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 国际资本最终会把赌注压到中国 在一个正在壮大的巨大市场中谋求利益 不中美和平共处太难 基辛格给出的答案是中美排除分歧 通过竞争同时伟大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也是有建设性的意见 很不幸的是多数的美国政客 认为美国这样做有点亏 因为现在美国占据优势 凭什么让中国和自己平起平坐 万一中国发展迅速 甩开美国独自壮大了怎么办 这些人的担忧不一定都是多余 因为世界无数的学者都认为 中国超越美国已是历史避难 基辛格的话是不可能说服大多数的美国政客 中美和睦相处可能性太渺满了 中国是牛市美国是熊市 从长远看中国更具优势 就算美国要冲突 我们可以直接赢仗 也可以打打持久仗 反正都逗两年了 心事还能控制得住 再逗个三五十年又合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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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